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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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在 没事 没事 他们两个一起去登山 迷路了 我太太崴了脚 小璇说去找路 一找 人就没回来 只在几十米的山间下面 找到了她的遗物 事情之后 我太太就一遍又一遍地说 如果当时死的是她就好了 如果小璇还活着 她肯定能够更好地继承我岳父一致 因为她是最出色的 自那以后 抱着她会穿着小璇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小璇的样子 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面致辞 等她醒了 我问她 她全然不知 你还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萧先生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你不用怎么解决我 不然我在此 我这就很无聊 我不能解决你 我肯定能够 快要满 你不要 我又能够 我还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